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节目 我们看到习近平最新的一个动静 他在24号的时候 到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去访问 他从来都是哪出事了 他就躲得圆圆的 之前武汉封城的时候 他跑到云南 现在是上海封城 他躲在北京 我想才过去一天 北京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 开始全面封城的时候 那就不知道习近平又要去哪了 我们看这次他去了人民大学去访问 他目的何在 先看时机 现在的整个国际形势风云变换 整个中国的经济受到了 这次的疫情的重大的打击 特别是人为造成的 封城的惨状 很多的人民是叫鼓连天 民怨沸腾 然后跟美国的关系 也没有任何的好转 他在国际关系上面 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 招致了很多国家的反对和批评 国际环境这么差 经济这么差 内部矛盾又这么严重 他跑到人民大学去干什么呢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为他今年的重头戏 就是20大在造势 不要以为只有西方民主国家才有造势 实际上在中国也有造势 这个造势跟西方的民主选举中的造势是两个概念 中国的造势 习近平的造势是也要获得民意的支持 同时拉拢党内的这些既得利益 他们的支持 我之前讲过了一个独裁者 他不可能是单打独斗的 他是一定有人在从旁协助 在扶持 在积累凝聚力 所以说对于习近平来讲 他20大要连任 他必须要搞定党内的这些 不管是元老还是这些干部 那么这次去人大就可以看作是在拉票 这个拉票不是真的有选票 而是在造势 影响这个舆论的氛围 在影响人们对习近平个人形象的这种崇拜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新闻报道里边说是五四青年节 但是问题是24号距离五四青年节还有很多天 他谈不上这是一个节日 所以他跟五四青年节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他只是利用了这个五四青年节 而他如果真的说是五四青年节去访问学校的话 那么为什么他不五四的时候去 五三的时候去 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去 说明他现在有点等不及了 他现在要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他的这个 整个一连串的动作 去这些地方的这个安排都是很早回到之前的置地好的 他是已经按照他的这个行程再这么走 最终逐渐的积累人气 积累党内的共识 然后积累他自己在这个全党 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英明领袖 伟大领袖的这么一个形象 最终在二十大的时候尘埃落定 成功的第三次连任 这是其中一方面 比如说我们看他的这个去访问人民大学的内容是什么 央视报道的标题是什么 说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 传承红色基因 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这个标题本身就非常的矛盾 你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 扎根中国大地 你怎么可能建得成一个世界一流大学呢 他对世界一流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一个名校之所以是名校 他关键不在于他有没有大楼大厦 而在于有没有大师 在于这个大师 他能不能非常自由的 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的学生 学生能够去充分的思辨 充分的挖掘自身的潜力 有这样的一个完全自由的精神 自由的环境 才可能出现世界一流 而中国你要坚持党的领导 你要红色基因 你要讲阶级斗争 讲阶级仇恨 讲中国跟外国的这种隔阂 而且还扎根中国大地 所有的大学都没有说扎根哪 他都是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 全世界的教授 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互相访问 互相进行这样的交流 这样才有一个氛围 才能够出现真知灼见 才能够有真正的成果 所以说这个标题本身就非常的可笑 我们看他具体讲了一些话 文章当中说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大学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在党的关怀下发展壮大 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 一定要把这一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传承好 守好党的这块重要阵地 要加强党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讲好党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 激励广大师生 继承优良传统 更续红色血脉 看到这一段 我就想到了当年毛主席在对红卫兵的讲话 想到了那个时候宣传这些红卫兵去保卫红色政权 对吧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其实习近平讲的一话 跟当初的毛泽东说的话是没有两样的 而且他特别选定了人民大学也有他的意味 人民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很左的学校 他不是党校但是盛似党校 他是完全没有一个高等学府应该有的自由精神 他甚至比清华北大还不如 你想清华是谁建立的 美国人帮忙建立的 花钱建立的 对吧 用的是庚子赔款的钱 然后北大过去是燕京大学 也是美国人 曾经斯图雷登担任校长 对吧 而且他最早建立的时候 可以溯源到大清国了 所以说人民大学反而是共产党的亲儿子 是他更加信任的 所以他选择了人民大学 这就为什么他要强调红色基因 红色传承 而别忘了 二十大的时候要接第三任的领导人 你要说红色传承 红色基因谁 习近平啊 他不就是红色基因 红色传承吗 所以他其实讲这个话是话里有话的 他是要自己接班的 因为他自己代表了红色传承 他让年轻人 这些学生们去红色传承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人都是韭菜 都是炮灰 对吧 随时可以去牺牲的 如果我要在北京的某个高校去读书 然后说接班 他能让我接班吗 当然不可以 对吧 所以说他一定是要政治过硬的 一定要是这个党的培养出来的这种精英 你就算不是红卫兵 你怎么着也是个白卫兵 对吧 现在不是在上海封城北京很多地方出现白卫兵 就是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这些人去封城封社区 去把人们限制住 拿着鸡毛当令箭 去行使他们拥有的那么一点点权力 去欺压百姓 去剥夺人们的自由和权利 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白卫兵 甚至还有很多人殴打这些市民 殴打他们不听话的市民 甚至抓他们 因为有些白卫兵本身就是警察 而这些人才是习近平最喜欢的人 才是他能够调动的人 是能够真正听习近平话的人 那么当然要从大学生开始入手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毛泽东也是从大学生 从年轻人身上入手 让他们站出来 炮打司令部 让他们去掀翻这些当时的共产党的基层的干部 这样的话利用这些红卫兵们稳固自己个人的独裁的权利 当时毛泽东搞文革就是这么干的 因为他知道党内很多人是反对他的 他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挑战 所以就利用了红卫兵去各地造反 造反有理 所以说成立各种各样的革命委员会 然后把整个共产党的官僚系统给打烂 这样他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 习近平现在也同样有一个需求 虽然需求没有毛泽东那么强烈 但是他也要靠年轻人 因为这些一个个小粉红都是潜在的红卫兵 都是潜在的义和团 习近平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当然底下的人 有的人就抓得很准 比如说广西南宁市的领导 他们就非常有头脑 非常的能够审视多事 看清整个形势 紧接着就开始拍马屁 他市委宣传部编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大家学的这么一个系列口袋书 然后作为各级宣讲团队 基层党组织 乡村振兴工作队 大众宣讲员和草根宣讲员的宣讲材料 说把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第一时间向全市870多万名各族干部群众宣传宣讲 做到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学习全覆盖 学习全覆盖 覆盖到的什么程度呢 就是当年向中国人手一本小红书 人手一本毛泽东的选集 毛泽东这些著作 就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些 这是毛泽东选集 这是党章 这是毛主席诗词 就类似这种书 现在习近平开始有他的小红书了 你说这不是回到文革 那是什么呢 这种洗脑教育不是说今天才有的 一直都有 而且不只是说针对大学生 针对什么全市的干部群众 甚至是那些小学生 什么都不懂的一张白纸 就开始给他们印上红色的烙印 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视频 这类视频其实很多 我们随便选取一段 三三班的孩子们 你能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中国人吗 秋千 一神追兵不追心 追心只追五角星 好 雨萱 我们打过免费的军冠电凉 二姐 我们做节 只做春节 我们不过圣诞节 金丽 我爸爸妈妈奶奶都用的是华为手机 此生不会入华夏来是来做中国人 我们只会唱国歌 中国有个山 叫中党山 这就是洗脑要从娃娃抓起 从小就灌输这种红色的宣传教育 这样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 那这种爱国主义 这个国是什么国呢 是个党国 对吧 所以说爱党爱国 党排在国前边 实际上是让他们爱党 最终造成了个什么结果 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他们的党性替代了人性 另外一个是他们的组织纪律观念 替代了他们的法治观念 这些我之前讲的 有党性没人性 当这个党国体制 这个利宁主义的组织 它下达了什么命令 你就要去执行 哪怕是违背人性的 你可以说服自己 这是上级的这个纪律 组织纪律是必须的至高无上的 必须完成的 你宣誓的时候 都必须要 不光是牺牲别人的问题 牺牲你自己 对吧 你把你自己父母都出卖了 你也有理由 因为你要做一个党的忠诚的战士 你要为这个党 为这个国家去付出 这样的人长期被洗脑之后 他已经失去的人性的判断 他已经不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了 更没有任何的道德感了 完全就成了一个党棍 一个党的工具人 这就是今天的洗脑 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 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看到这么多的小孩 年轻人会有这样的表现 真的是很心痛的 真的觉得他们的未来前景 是非常渺茫的 他们真的是很可怜 从小被这样的教育 当然这个不怪他们 是他们的父母 是这个学校 是这个国家 是这个政府 导致他们一个个的 就是人性的扭曲 价值观的扭曲 他们甚至看到一些人 在这次疫情当中的受苦 受难 对吧 被打压 被欺负 他们无动于衷 觉得这都是应该的 应该牺牲的 为了国家的稳定 你们去死 也是应该的 他们开始这样变得冷血 再加上他们的信息源 完全被控制 被政府控制 是网络有非常严重的审查 删帖 封号 对吧 他们收取不到一些真实的信息 不知道 除了党的教材以外的 说法是什么 所以他们就是 在一言堂的环境下 他们没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批判思维能力 没有了逻辑能力 甚至现在外语 已经开始逐渐被淡化了 在教学当中 体育甚至已经取代了英语 成为了第三个主科 这是最新的一个报道 教育部发布的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在2022年的秋季开始实施 在9年总课时的比例 是远远超过外语的学习 历史的地理的学习 其实这个比例之前也有 只不过没有现在这么重视 这次的颁布 是对体育更加的重视了 就真的是要这么做了 未来会越来越少 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体育课暂时不上了 改成上外语课 或者上这些数理化 这种情况未来会越来越少 真的就让大家去锻炼身体了 但是问题是 我就想问的一个问题 有什么体育运动 能够比务农更加的锻炼身体 比如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所有人都要上身下行 要去学农 因为这样可以锻炼你的体魄 同时还能跟中国最底层的人 去有一个联金 这是为什么我预言 中国未来一定会搞 当年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 让这些年轻人去干农活 一个是就业 本身在城市里就业就没那么多 这些年轻人毕业之后面临失业 那一定要去农村 对吧 而且中国有粮食危机 大家去种地 而且你每天干农活 你就不想那么多了 就不需要有很好的知识 去质疑政府的政策 去质疑我们伟大领袖 对吧 这对于稳定党国体制来讲 是一件好事 大好事 所以未来我想可能也会 朝这个方向发展 先在校园里边 把体育课的比例先增加上去 而且它挤占的空间 肯定就是像外语这种学科 你学外语 只会让你的思想更加的西化 接受西方的价值观 西方的文化 那么对于今天的党国体制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毕竟现在整个西方世界 跟中国已经形成这个铁幕 已经开始有这种对立的情绪 你学习西方的文化 学习了英文 你就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你就有不同的思考 这个政府不希望人们去思考 以外的东西 他们只希望人们去接受 政府想让你们看到的 听到的东西 最后我再举一个小例子 这是在微博上面 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他说他是韩国严氏大学的留学生 今年已经大四了 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 但是他发现 他在办理登陆证 回韩国的时候 他被出入境告知 说要罚50万韩币的罚金 他交完罚金之后才知道原因 是因为在2019年秋冬的时候 严氏大学校园里边 有韩国的香港示威者悬挂横幅 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他后来就买了一支马克笔 上面写了说香港已经回归了 97年回归了 弹劾光复 他被认定是破坏公共财务罪 后来他说首尔南部出入境事务所 要求他4月26号 带着反省文成绩单 和由教授和熟人开具的请愿书 去接受调查 他说他是有着朴素爱国主义 情怀的留学生 由于不了解韩国法律 在不知道会构成犯罪的情况下 以为用平和的方式表达 我对分裂主义的反对 我很难想象说短短的几行字 给我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一旦被驱逐出境 我将没有办法完成学业 最高学历将止步于高中 4年的大学时光 只剩下最后3 4个月了 我真的不想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 他说我承认自己的错误 也为自己的冲动和无知买了单 最后他说周五下午 多次拨打大使馆的电话 但都占线 给我们学校的国际处和教授 发了邮件 也没有得到回复 我现在实在是手足无措 我恳请中国大使馆 能够督促当地有关部门 依法公平公正处理 这个小粉红好像是个女孩 她要为自己的无知买单 这种无知 不是说她不了解 韩国法律的无知 是她被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 蒙蔽了双眼 她过去是被洗脑了 或者是被这些什么抖音 什么微信公众号 就被这些经过过滤的 筛查的这些官方的洗脑的教材 洗脑的文字给欺骗了 所以说她有这种冲动 会去表达所谓的愤怒 而这个愤怒本身就是很可笑的 她根本就不了解香港人的诉求是什么 她根本就不知道 中国大陆在香港做了什么 当然我看到网上也有人质疑她 说真的像她说的 只是拿一个马克笔写了一句话 那么简单吗 现在这些小粉红天天的在海外 看到什么一些横幅 什么就上来就撕烂 香港的连农墙 对吧 天天干这种事情 何止她只是写一句话 写一句话我觉得都算好的 但是问题是大多数小粉红 在她的气头上 就她像红卫兵一样 像义和团一样的 被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 冲昏了头脑的时候 她做的事情 可不只是写一句话而已了 连都伦多的有一个餐厅 香港人开的餐厅 都被写小粉红给泼了脏水 这就是被中共洗脑之后的下场 这种下场我觉得还算好的 还不是很严重 她最多就是上不了学 倒是没有说要关她 没有给她判刑 但是未来 保不准真的有这样小粉红 为了祖国的完整 为了爱国 她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他们认为 好像国家的领土完整 就跟他们有多大关系似的 他们以为镇压香港 对他们有多大好处似的 实际上他们只是充当 这个党国体制的炮灰 我记得看过一个回忆 斯大林在接见了很多的 这个底下的人民群众之后 私下就讲说 这些人都是羊 都是羊群 他们都是非常听话的 可以任由宰割的 今天的中国人实际上也一样 跟我们想象中的改革开放会带来的 那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公民社会 已经渐行渐远了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打开订阅旁边小铃铛的按钮 打开提醒功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